如文医生特邀专家何爱丽 西安交通大学第二附属医院血液科主人医师 很早以前最早的时候 我们白血病的诊断也是在初级阶段 我们就是看一个骨髓 它有白血病细胞了 大一定的比例了 我们就给它诊断了 但是现在随着科学的发展 白血病的诊断已经到达了一个形态学 免疫学细胞遗传学籍分子生物学的一个诊断 也就是说不仅仅我要看 做一个骨髓把形态一看 我还要给它做免疫学的指标 我还要给它做染色体 我还要给它做基因 那么做这么多检查的目的是什么 有人说因为你过去 你看你一个骨髓几百块钱 你就给我解决的问题 你现在为什么要花那么多钱来 去给我做这么多检查 其实是为了后面你治疗的选择 白血病会分危险度 我们通过危险度 以及通过后面治疗的反应 我们来决定 你后期是采取肝细胞移植 还是仅仅采取化疗 巩固强化的化疗 还是采取自体治疗 自体移植的一个治疗 你就能够达到治愈 所以这个分型 已经不是单纯的形态学了 它就更精准了 我们现在是说的精准时代 医学的精准时代 不仅仅是的精准治疗 精准的治疗一定是建立在精准的诊断上 也就有了精准的诊断 你才会有精准的治疗 在这里面特意提一个病 它是一个急性随系白血病 但是它是一个急性早又立细胞白血病 如果能确定是个这个白血病 那么这个白血病早期死亡率很高 我们就在40天之内 却是大夫下了很大的劲 把这个病人如果能救过来的话 那么后期90%多以上的患者 仅仅通过化疗 或者诱导分化治疗 以及生计 我们就能把这个患者治愈了 所以科学的发展的精准的诊断 到了后面精准的治疗 是能够给患者带来极大的益处的 所以我也相信现在虽然大家可能提到白血病 就很恐惧很害怕 科学呢其实一直在发展着呢 我们白血病从过去的谈白色变 就是白血病都去放弃 到现在我们骨髓移植的发展 咖啼细胞的发展 以及现在靶向药物的治疗 其实很多患者是能够受益的